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德國和美國之間因為間諜問題信任破裂 這顯示出兩國對情報機構的工作有著根本不同的概念 馬爾星期六對德國電視議台說他希望美國改變間諜行為 他又表示我們已經不再生活在冷戰時期 德國星期四要求美國駐柏林的最高情報官員離開德國 之前有報導說兩名德國政府官員被發現幫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 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在星期五說華盛頓珍惜和德國的關係 他說有著先進情報機構的盟國都意識到有關活動和關係